香港老人科醫學會主席李迅說 長者感染新冠病毒後的死亡率 較一般高出至少五倍 呼籲長者及早接種疫苗 對於部分市民打針前選擇進行詳細的身體檢查 包括心臟造影檢查 李信華認為不用太大陣仗 擔心延長病情嚴重患者的輪候時間